就是只能泡四碗啊 有的孩子还要喝热水 我们家两个孩子就来回的倒呗 送热水呗 老人家在家里烧 说煮了十几个小时 我婆婆我老公她说 我们家里有泡面 烧点开水去给他们奶奶 我们这里本身这两天 笑到学笑得很厚很厚的很冷 就喝一杯热水也难难心 走到我们河南这里了 我们准备的不多 就一点微薄之力 我们也是在外面常年老公 说到困难了 就随手一下 不足挂齿的 招手让他过来 因为你不招手 你不跟他们说 人家还以为你在卖泡面 我们不要钱 非要给钱 我们也没收 我要是送上去了 我就不会收钱的 我们只想做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就是说以后我们在外面 或者是我们家孩子在外面 同样也会受到他们的照顾 我是从天津到江西平乡 全程1500多公里 正常不堵车的情况下 应该是16-17个小时能到 全时间是48个小时 那边发生了侧翻事故 然后就一直堵着了 他就给我有招手那个动作 就是相当于也是 吃一我让我下去 然后我就拍了 然后我也吃了他的泡面 吃完泡面以后 就是也给他点赞 舒大拇指 我说你们这个 真的太正能量了 是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